品味共鸣,香奈与王一博的高端珠宝合作。 王一博和香奈之间的邂逅可以说是一场奇妙的缘分, 一个在时尚界璀璨夺目,一个是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 这次的交汇,不仅让王一博的名字更加闪耀, 也为香奈注入了一抹年轻活力,重新定义了品牌的格调。 王一博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演技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而香奈则以其卓越的品质和历史渊源而著称。 两者的结合,实现了双赢的局面。 王一博成为香奈儿的代言人,为品牌赢得了更多年轻一代的喜爱, 而香奈也为王一博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 让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上一层楼。 香奈一直以来都是注重品牌形象和形象大使的选择的, 他们倾向于那些能够代表品牌独特气质和风格的人。 王一博的独特魅力和个性,正好与香奈儿的品味相契合。 这种契合不仅仅是一次性的合作,更是双方对于时尚和品质的共同理念。 选择合适的品牌形象大使,可以让品牌更好地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和风格,吸引更多的目标受众。 王一博和香奈儿的合作,不仅有利于品牌的推广,也让他们在时尚领域取得更多的话语权。 这种互相宠溺和尊重的合作,确实为双方带来了无限的机会和潜力,值得期待未来的更多精彩合作。 深圳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城市,一直以来都是时尚和商业的中心之一,因此选择在深圳举办大秀是非常合适的。 香奈儿总裁亲临现场,也显示了对这场大秀的高度重视。 多元化的单品和充分的准备,无疑为这场大秀带来了更多的吸引力,也让品牌在市场上更加引人注目。 这次与王一博的合作,再加上总裁的支持,无疑是为香奈儿赋予了更多的创意和活力,为时尚界带来了新的风潮。 的确,很多国际奢侈品牌都在积极迎合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之一。 合作中国明星和品牌形象大使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因为这有助于品牌更好的连接中国的消费者,吸引他们的关注和忠诚度。 王一博作为中国知名的明星和时尚偶像,与香奈儿的合作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决策, 可以进一步巩固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地位。 通过迎合中国市场的口味和偏好,奢侈品品牌可以更好地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这个选择显然考虑到了王一博的个人风格和偏好,因为品牌在合作明星形象大使时通常会尊重其独特的风格和喜好。 将运动元素融入早春系列是一种创新的举措,也能吸引年轻时尚的消费者,尤其是那些热爱滑板文化和时尚的年轻人。 通过融合这些元素,香奈儿展示了其品牌的多元化和时尚前瞻性,这有助于吸引更广泛的受众,包括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实现了双赢的局面。 王一博的受欢迎程度在这个场合表现得非常明显。 作为香奈儿的品牌形象大使,他的出场不仅仅吸引了大批观众,还让香奈儿的总裁都感到惊讶。 这是品牌合作明星形象大使时的理想情况,明星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可以帮助品牌获得更多的曝光和关注,从而提高品牌的声誉和销售。 这显然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香奈儿作为国际知名奢侈品牌,选择与王一博这样备受国内年轻受众喜爱的明星合作,不仅可以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曝光和销售,还可以加强品牌的年轻化形象。 同时,王一博也因为与香奈这样的国际顶级品牌合作,提高了他在国内乃至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让他的个人品牌更加繁荣。 这种合作模式在奢侈品牌和明星之间变得越来越常见,可以说是双方互惠互利,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 王一博的着装选择和造型设计都在强调他的时尚前卫和年轻感,这与香奈儿的深圳大秀主题以及中国市场的喜好非常契合。 使用山茶花刺绣元素等中国元素也表现出了品牌的尊重和迎合中国市场的决心。 这种在时尚领域的合作,不仅提高了品牌的吸引力,也为明星本人增加了关注度,是一次成功的品牌推广活动。 王一博总是能够将自己的独特风格融入到不同的服装和配饰中,展现出他的时尚敏感和审美品味。 将香奈儿的项链用作腰带的巧妙搭配展示了他的时尚创新性,这种小细节不仅增加了他的时尚感,也为整个着装增色不少。 这种个性十足的装扮往往吸引了众多粉丝和关注者的目光,让他在时尚圈中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度。 王一博的巨大吸引力和号召力在这场香奈儿大秀中再次得到体现。 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演员,还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时尚偶像,他的出现不仅吸引了高端客户,也为品牌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曝光。 这种强大的粉丝和品牌忠诚度可以为香奈儿等奢侈品牌带来可观的商业机会,特别是在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中。 王一博已经成为了多个品牌的代言人和形象大使,他的时尚影响力在国内外都备受认可。 确实,香奈儿对王一博的支持和宠爱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仅为王一博获得了更多的曝光和机会,也让香奈儿在中国市场中更具吸引力。 品牌和明星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成为时尚界的常态,明星的影响力能够帮助品牌更好的传达自己的价值和形象,而品牌的资源和平台也可以为明星提供更多机会,形成了双赢的局面。 香奈儿是时尚界中备受尊重的品牌之一,他们的品牌形象大使通常都是备受认可和受欢迎的明星,这些明星代表着品牌的价值观和风格。 与香奈儿的合作对于明星来说通常也是一种荣誉和机会,因为这将使他们成为时尚界的一部分,享受品牌的宠爱和待遇。 这种合作关系也有助于品牌在市场上更加突出,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和粉丝。 香奈儿与王一博的合作似乎是一场相互倾注,期望和信任的合作。 这个合作不仅提供了香奈儿品牌的高级形象,还为王一博在电影圈的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 通过佩戴香奈儿的珠宝和胸针,王一博不仅能够在公开场合中增加他的魅力和独特风采,还可以借此传达出香奈儿的品牌理念和价值观。 这种双方合作的效果显然是双赢的,王一博得到了香奈儿品牌的支持,而香奈儿也因有着王一博这样备受欢迎的品牌大使而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这是一种成功的明星与奢侈品牌的合作范例。 香奈儿对王一博的胸针选择和赋予的含义确实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和支持。 这些胸针不仅仅是装饰,更是富有象征意义的饰品,代表着对王一博电影生涯的祝愿和香奈儿对她的鼓励。 香奈儿以这种方式展现出对王一博的支持,同时也向全世界展示了她们对电影圈的热切关注和参与。 这种合作和互动在推动品牌形象的传播和塑造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为品牌和明星都带来了重要的机会。